今天来到风景秀美513 在这里带大家试驾一款能够带你丰富山海的一款 非常有意思的风盒子SUV 它就是截图山海T2 赞眼看这个车的外观 其实它就是之前截图的旅行者 因为这些旅行者它只有纯燃油版本 然后现在截图推出了它的插电设混动版本 然后名字叫法不一样 它叫山海T2 在整个外观方面 我觉得这种风盒子的造型真是特别好看 首先整个车头你看它大灯内部的四个横条形的LED之间 行车灯特别就辨识度 然后中网截图的字母它是可以点亮的 然后在保险杠这个位置 你看这里也有可以点亮的灯主 所以这些灯同时点亮的时候 我觉得它整个车头给到你感觉还是充满辨识度 然后作为一款插电设混动车型 它其实在外观上面有一些细节之处的点缀 是和之前的截图旅行者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拖车膏 龙骨上面颜色还有行李架颜色都有荧光黄的颜色点缀 来车上侧面截图赛 借了它定位也是紧凑型的SUV 然后它的车长4785毫米轴距2800 虽然说这个车身数据你感觉它的车尺寸并不特别大 但实车给到你感觉它确实一点都不小 然后得利于这种方盒子的造型 在整个车身侧面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浴野数据还很不错的 前面接近28度后面离起角30度 然后它最低的离异件是达到205毫米 所以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它拥有非常不错的越野通过性 然后车尾的地方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它有很多种小心思 这里有一个小石包 这也是鹰派越野应该有的这种外观造型 但是里面并不备胎是一个储物壳 打开了很久都没办法打开 待会儿我再研究一下 这个尾门它是具有电吸门的 你看四个车门都不带电吸 为什么尾门会带电吸 你想开着这款方盒子的SUV 外出跑一些这种三间小路 或者是宁令的这种小路 尾部就会有很多的这种灰尘 如果说不带电吸门 这个时候你关尾门的时候这样 关过去这种灰尘就会跑到你身上来 所以带到电吸门就会很优雅的 放在这就关闭了 它整体的尾箱的尺寸还很不错 表现比较平整 然后在尾箱内部有很多这种小机关 虽然两侧都有网兜 这里还有带这里可以固定一些密火器什么的 然后两侧这个位置还有这种小挂钩 这边有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 然后在这下方还有220伏2.2千瓦的插座 并且它尾门的背面这里还有很多小机关 两侧这里摁一下 是两个这个杯架 然后上方还各有两个这个挂钩 这个挂钩可以最大的承载重量是6斤 然后上方这里还有两个小鼠五个 我觉得这样尾门在实际的外出露营过程当中 还是很实用的 在车尾搭一个车点帐 或者是车側搭一个这种侧边帐 然后坐在这里来上一杯户外的手冲咖啡 放在这里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不错 那么上车的时候 我觉得这款截图三海七尔 它的这种硬派SUV上车仪式感还很不错的 首先这里有个踏板 然后A柱这里有一个拉手 这样 就很轻松的进入到车内 然后首先整体的车内给到我感觉 和之前的截图旅行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我觉得细节用料方面 它真的是非常不错 你看整个中路台上面 都是这种软性的皮质的包裹带防线的 然后A柱到整个车顶都是 帆毛比较材质 副驾这一块 这里有一条线路 这个线路就是从上海到西藏的318全线 一共5476公里都在这里了 这条线路也被誉为咱们中国的66号公路 然后背板它还可以点亮 这个线路可以完全的显示在这个位置 但你奔赴山海 绝对是这款截图三海七尔的用车使命 先从征服这一条G318开始 最让我没想到的就是 它这个副驾座椅居然还带腿拖 这就很实用了 坐在副驾的它在你长途自驾处理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很放松的在这里躺平 并且前半两个座椅 还有通风有加热 然后在整个后排的空间表面方面 你看这个2.8轴就可以带着非常不错的腿部空间 前半是我刚才的一个合设的坐姿 正是由于一种方格的造型 我不用担心我的头部空间非常充裕 然后后排地板采用一个传屏的一个设计 然后同时整体的后排的这个坐垫非常的宽大 唯一不足的就是后排的这个靠背 它不能调整角度 然后在后排的配置方面 抬头有个面积非常不错的那种全体填装 然后在中央有两个空间充装盒 然后下方有两个充电接口 在下方还有一个出格 如果你之前有关注截图旅行者 其实在整个外观还有这双面 事好不会给到你过多这种精神 这款车型最主要的就是开启了感受 原来搭载其实这一套技术很先进的 CDM插电式的缓动系统 所以接下来把它开起来看一下感受 动量 OK 来到动力架口 首先这一套CDM插纹系统 它是由1.5GHz增加发动机 加上电池 再加上电池组 同时还有一台三挡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组成 自动中和最大的功率达到280kW 最大扭矩610Nm 账面数据非常不错 0.5加速只需要7.5秒 然而在程式面行驶 还有中低速行驶 只要电量充足的情况之下 它都可以以纯电去行驶 所以这就让你有了一种 开纯电车型的 非常安静平顺的驾乘器 那么还这一提的是 它前面的两个车窗均式 采用双层夹胶的进行玻璃 所以整车这根降噪的 做工水平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说需要急加速 或者是在高速上面 想体验一下瞬间提速的动力表现 那么当你深踩油门的时候 发动机和电机共同作用之下 可以带来非常不错的推背感 不过目前来说 这款山海T2它都是前驱的形式 它并没有市区版 那么可见这款车型的定位 还是以城市驾控为主 但是它跑一些复杂的路况 它的良好的通过性 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越野的硬实力的 因为毕竟发动机和电机 它的整体的功率扭矩还是很大的 那么在今天的试驾开始之前 我们在场地里面也看了一下 这款山海T2 在一些交叉轴 同方 还有一些台阶路面上面的表现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电池居上方面 目前这款山海T2它有两款不同的电池组 一个是小电池版本 另一个是我们试驾的这款大电池版本 它电池容积达到43.24千瓦时 CLTC的存电速量里程达到了208公里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说你每天城市里面上下班 我觉得总共的行驶里程 应该不会超过150公里 所以你的日常的用车 再加上如果你家里面有加车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日常的用车 基本上是以存电为止 不过去用油 也是特别的省的 然后对于一款插混车型呢 我们更加会关注它亏电时的油耗 那么这款山海T2它亏电时的油耗 仅为百公里6.4升 这样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在整体的户外用车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款山海T2它相比于燃油版的旅行车来说 有一个更加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拥有对外放电功能 比起来对外放电的功率 可以达到6.6千瓦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率 然后在我们今天中午用餐的时候 刚好也是一个户外的场景 我们使用的电烤炉 空气炸锅 小冰箱 还有一台全自动的咖啡机 这四台电器的所有供电 都是由一台截图山海T2完成的 这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用车场景 OK 那么今天花短短时间试驾玩这款截图山海T2 我觉得相比纯燃油的旅行者 确实山海T2可以带来 更加安静的这个驾程的体验 同时 由这套实用的仓用系统 它日常的用车成本也会非常的低 我觉得这款山海T2 它更加适合那些 以城市用车为主 偶尔想出去玩的都市青年们 那么据说 之后截图将会推出这款车型的试驱版 甚至是存电版 对此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目前截图山海T2 它的运售价格是18万多至21万多 据说在这个月底的北京车展示面 将会正式公布它的售价 我个人猜测 它的正式的售价 它应该会比它的运售价稍微低丢丢